吃香局预报 杜苏瑞台风 下个星期可能接近台湾 所幸现在距离还很远 国旅的旅游景点依旧是人挤人 而饭店业者到目前 还没有收到退房的电话 但是也预估 等到下个星期下了大雨之后 大约会有五成以上的游客选择退订 而至于详经业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现在已经有将近三成都退订 艳阳高照小朋友在泳池玩的不亦乐乎 水上设施大排长龙 童丸节上午入园的人数破万人 而花联赏金船照常出航 丝毫看不出受到 杜苏瑞台风的影响 因为我们今天谁会去沿海池 不会耶 不会 不怕 今天多数是以询问为主 并会有直接来电 表明要取消的状况发生 童丸节民众不为台风照样玩 饭店业者也大多没有收到退房通知 但另一头赏金业者眉头一皱 不论台风是否进来台湾 海上都会受到外围环流影响 目前已经陆续收到退票电话 蛮多的游客 真的会担心在海上出海去 然后会受到风浪的影响 昨天来电话 取消下礼拜的行程的 大概已经都快超过三成的人 台风来临宜兰花莲旅宿赏金业 两样勤 民宿协会理事长推估 下周开始下雨后 可能人会有五成以上退订 届时也会按照政府规定 协助旅客办理延期或退费 记者宜兰花莲综合报导